朋友們你們看這是什麼 有熊出沒請注意安全 這地居然有熊絕對不能在這露營 為寂寞的夜空畫上一個月亮 把我畫在那月亮下面歌唱 為冷清的房子畫上一扇大窗 再畫上一張床 畫一個姑娘陪著我 再畫個畫邊的被窩 畫上造露與柴火 我們一起生來一起活 覺得世界濺道 畫一群鳥兒圍著我 在畫上綠麟和青波 花上宁静与香河 雨点的到天上飘落 花上有你能用手出掉的彩虹 花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 花上弯曲无际平淡的小路 尽头的人家梦一如 花上母亲安详的姿势 还有橡皮能擦去的正直 花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 都嫌敌人从没心事 小学生 哪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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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凡事不要慌 拿出手机先拍个朋友圈 我摔车了 现在我也不知道在哪 给你们看一下车 这已经摩擦成这样了 链条也掉了 然后挡杆也磨掉一半 现在车打不着了链条也掉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鞋 鞋也烂了 现在我缓一缓 活动了活动 你们看到了我身上吗 给你们看一下案发现场 我飞出去有20米 为什么摔倒了呢 摔车了呢 这边给你们看一下路 这边路况是这样的 这是我车上磨掉的痕迹 这是我出来这么多天 摔车比较严重的 命还在 从这儿飞出去的 我车和人没分开 这是人的本能 人的本能 双手就没离开车 为什么没个标识呢 为什么没有说修路呢 这都是我车摩擦在地上的痕迹 我的鞋也烂了 还好 身体还行 命还在 这不是我车上的 车上的痕迹 前不招村后不招店 我在西藏那么难走的路 都没遇到这种问题 单定 稳住 车坏了是可以修的 人坏了 那就没招了 我现在左腿有点疼 嗯 这双七星靴没白买 给你们看一下 吸烟烂了 腿稍微有点疼 腿稍微有点疼 我们 这个位置 还是有点危险 我们要把车想办法 往再往前停停 然后 有个标识 放个标识 我带着随车工具了 我带着随车工具 看看能把车修好吧 哇 最美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我还活着 老天不是我呀 飞出去有20米 这条路再给你们看一眼 这条路 从那到前面有50米 就是中间有一个坑 我的速度不快 也就是 我也忘记了摔蒙了 先记录到这吧 我们现在在拐弯处 我们现在在拐弯处 然后车动不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 那个咱们没有三脚架 就把我的驼包放在后面了 做个标识 然后前面也放一个东西 这台车已经成这样了 好 我人没事 现在 腿有点疼 然后七星鞋也烂了 七星鞋把我的 脚保护住了 头盔把我的命保住了 活着比啥都强 车坏了是可以修的 对 车坏了是可以修的 然后我们现在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车修好 修不好的话咱们再说 现在天气还早 不过天黑也没关系 咱们都有户外露营的东西 水也有 补给也有 咱们现在就看看能不能把车修好 现在车 目前看着没有漏油的 现在车看着没有漏油 就是 链条 链条好像摔掉了 然后这里面 我的护杠已经磨成这样了 路上全是 我滑出去有20多米 车和人没分开 这是个很失误的事情 应该把车扔开的 我跟着车滑行了 不过也好 车上这个护杠和尾箱 帮我抵挡一下摩擦 地面的摩擦 给你们看一下鞋拔的 鞋已经磨烂了 这已经磨了个祸口 车没发动机没事 发动机保护住了 挡霸子 挡霸子磨掉了一个尖 但是 这个链条掉了 咱们先 检查检查左腿吧 左腿一点疼 车打不着了 骂了个霸子 我速度还算慢的 要速度快了 今天小命就丢在这里了 我看了一下 这有前后50米 中间就这种缺了一块 而且地面上好多砂石 其摩擦车最怕的就是砂石 砂石路 没事 还是那句话 命还在 车坏了可以修 咱们现在就先想想办法 因为现在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咱看看车能启动着吧 把链条先 安上去 再想办法 人没事就是万幸的 感谢骑行福 感谢骑行靴 感谢老天爷不收 小爷这条小命 骑陵墓DL250摩托车 单人摩旅去西藏 到底需要花多少钱 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才叫穷游 常言到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去计划 摩旅西藏地区 到底需要花多少钱 如何做到花最少的钱 看最美的风景 一直是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穷游不花一分钱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能够花最少的钱 还是最好的一个计划之一 所以我计划着全程户外露营 以减省和节约住宿的一个费用 住宿解决了之后 最大的一个开销就是摩托车加油 和吃饭的一个问题 摩托车长途旅行 本来就是一项挺遭罪挺累人的一项旅行 在旅途中吃的好坏 住的好坏 全凭个人的一个心态 花多花少也是因人而异 为什么会选择骑摩托车去长途旅行 第一个原因是喜欢骑摩托车 第二个原因就是摩托车比较省钱 油耗比较低 豪杰林姆DL250的百公里油耗是3.5升 平均算下来100公里只需要花28元就可以了 从出发地到西藏的拉萨市全程是3400公里左右 这么算下来骑摩托车去拉萨只需要花1000元左右的邮费 还节省了过路费这么一项支出 骑摩托车长途摩托最大的开销 无非就是住宿饮食还有摩托车的加油维护保养这些费用 住宿全程户外露营已经节省了很大一部分的开支 吃饭呢我在出发之前就带了很多的牛肉酱 路上呢就是在煮面 然后也带了很多的行军粮牛肉干 以备冲击使用 从出发地到拉萨市 再从拉萨市出藏 这一段全程大概有7000公里左右 计划着在一个月之内把它摩托轮完成 计划着全程的长途摩托费用要花费5000元左右 很多朋友们都梦想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背起行囊无忧无虑 最美的风景永远是在路上 单人单车挑战摩托进葬的一个旅行计划 我已经完成了很是自豪 摩托结束后我算了一下我的整个摩托旅程花费了多少金额 当得知数字出来以后 我很是惊讶 豪爵陵木DL250摩托车 确实是魔力神器 全程7000多公里 确实没有把我丢在路上 把我安全的带离了西藏高原地区 从出发地到拉萨市 总共的里程是3254公里 我耗时了11天 每天大概骑行是295公里 花费了1733元 平均下来是每天花费158元 这么算下来 每公里骑摩托车只需要花2.8元 在拉萨市稍作修整之后 就开始计划出葬 制定的是从拉萨市 前往湖南省长沙市 全程是3340公里 总共骑行了10天 花费了3247元 平均每天骑行334公里 进葬和出葬 骑行天数只相差一天 公里数也相差不是很多 但是出西葬的花费 大概比进葬多出了1500多元 是因为西葬地区很多的物资是比较匮乏的 当我把进葬和出葬的整体费用相加之后 得出了4980元这个数字 当时计划使用5000元进葬出葬的一个初步的制定 完成了还少了20元 从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出发到达拉萨市 从拉萨市再到达湖南省长沙市 总共骑行了21天 总公里数是6587公里 花费了4980元 平均每天花费237元 骑摩托车长途摩旅去西藏 每天花费237元 这算做穷游吗 如果你计划自驾去西藏旅行 花费多少元 才是你理想当中的呢 什么样的旅行方式 才叫做真正的穷游呢 好 真正的穷温 起床了 看一下帐篷外面 就是荷花池 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池 这边是我的驳坐车 昨天 在河南省驻马店 一个叫玉洪花园 玉洪花园的一个地方露营的 漂亮吧 摩托车在这边 帐篷就搭在了旁边 想起了爱莲花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出淤泥而不染 还想起了徐志摩 我悄悄的来 不带走一遍云彩 但是会留下我做的手工皮具作品 走在哪里 就藏宝在哪里 这是我做的手工皮具卡包 咱们就藏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玉湖花园 咱们就藏在这儿了 为什么要藏宝手工皮具作品呢 因为在全国各地 户外露营 沿途的一些风景区 通通的来了 然后又走了 没有什么太强的记忆和回忆 所以藏宝一下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呢 也是为了日后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我的帐篷呢 是迪卡农的 睡袋也是迪卡农的 这个地点呢 就是往上面买的这种铝膜的 黄巢 双面的 一个铝膜 一个是这面在平原上面使用的 这个是我的干粮 睡袋 就是也是迪卡农的 这个是在平原可以使用 15度 上了高原 比较饥寒天气的话 就不能用了 昨天呢 是从湖北省的嘉瑜县厨房 到了河南省的驻马店 一共骑行了430多公里 骑的也是比较多了 在107果道上面 一路向北走 驻马店是我查了一下 人口是700多万的常住人口吧 它的畜牧业 还有一些矿产资源 能源资源 也是比较丰富的 在畜牧业 猪牛羊的数量上面 也是在全省比较 排前面的 竹马店是这个地方 已经是我第二次来了 来这个玉湖公园露营相当的漂亮 一睁眼就可以看到荷花吃 我感觉荷花比昨天又长高了一些 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坚挺 这么高 晚上的时候你还会长 远处能看到很丰富的荷花 太漂亮了 选择户外露营地 长途旅行自驾的话 如何选择户外露营地呢 我呢首选的就是公园 派出座门口 服务中心 像高原地带西部地区 实在是没有合适的户外露营地 我也会找 远离山铁 黄涂涂涂的山铁 远离河流 还有就是 远离那些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 你会选择户外露营 为什么会选择户外露营呢 很多朋友觉得说 放着酒店舒舒服服的 你为什么不去 非要选择搭帐篷在野外呢 有好多的原因吧 一省钱 可以省些住住费 二呢 是能够和大自然真正的 轻易接触 在平原地一段旅行呢 就是城市之间的相互穿梭 如果你再去住酒店 再去 骑行 那就是 纯属的赶路 没有什么意义可散 没有什么旅行的 意义了 在城市之间旅行的话 自驾我呢 也很少去一些 比较官方的景区 因为 门票也比较贵 而且是人挨人 人挤人那种的 我也不太喜欢 我呢 会在城市之间穿梭 就会选这种 公园 像这个 猪马店玉湖公园 我昨天就找了一个多小时 我选择合适的户外露营地 就在这边 安营扎寨了 在湖北省的嘉瑜县的时候 找到那个公园 也是比较漂亮 但是早上是被 广场舞大妈跳舞的音乐 给吵醒的 今天呢 是被鸟语花香自然醒的 睡得很舒服 这就是在城市之间 自驾旅行 骑摩托车 长途旅行 户外露营的感觉 我觉得很多朋友们 出去旅行 如果能够户外露营的话 还是感受一下 这种不一样的旅行方式 速速的方式吧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麻烦你们就强力点赞支持小视频 因为我藏宝的我的手工皮肚作品 在那里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朋友 如果刷到这条视频的话 可以来这里面 寻宝 航宝的线索 就在视频当中 我现在是在一路向北 这个地段还属于 天南邦吧 因为没有过勤怀和雨线 还属于 压热带和温带 气候的一个交叠处吧 景色还是比较好的 晚上还是明太阳的 因为现在是秋天了 我越往北走 可能会气温越来越低的 就要换一些厚的气行服了 我现在穿的还是比较日常的衣服 每天在国道上面走 不在高度上 不上高度 全程都是户外露营和国道省道上去气行 你想停就可以停 想看看风景就可以看看风景 好了 我们收拾行李 继续出发 一路向北 我专门会录一期视频 来介绍一下我的户外露营装备 帐篷睡袋 地垫 这些简单的户外露营装备 就可以支持 背起行囊 说走就走的旅行 现在在河南省与河北省还有山西省交界出 临州市一个叫做洪崎区的风景区 这里面是南水北调的一个旅游景点 现在距离天黑还有半个小时左右 本来想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战户外露营的 但是卫生间游客中心那边的 他快下班了 所以这个地方不太适合露营 这个停车场是收费的 我们只能在这边藏宝手工皮具了 这个地方离太行大峡谷也比较近 上一次摩旅的时候 我记得走的就是太行大峡谷 现在天马上就黑了 不能再往前走了 再往前走都是寒山路 晚上走夜路不安全 更何况是走山路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藏宝 我的手工皮具作品吧 就放在它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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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是磨驴中国 藏宝中国 现在摆摊也不现实了 因为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口罩的情况 去哪儿都不方便 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吧 找一个合适的露营地 找个有卫生间 一路上 一路上错过了好多 装备已经收拾好了 昨天找了三个多小时 就是晚上的9点多钟 才找到露营地 在社县的龙山公园 这个地方是三省交界 河北省 山西省 还有河南省交界的一个地方 我为什么找了三个小时的 户外露营地呢 因为昨天全是山路 村庄和镇子 户外露营地不太合适 也不太满意 要不就是马路边上 地上面土太多 不适合户外露营 骑摩托车长途 魔旅 选择全城户外露营的话 推荐这几个地方 比较合适 一个是派出所门口 还有就是公园 再者就是活动中心 还有就是公路驿站 这些地方都是 户外露营比较合适的 为什么会优先推荐 卫生间和公园呢 是因为公园 它肯定有卫生间 看到了吧 这边是公共厕所南 社县这边 这边是隶属邯郸市了 昨天九点多钟 才找到这个录音地 因为天太黑拍不出来了 看着你去看着你去 我已经飞翔了 不能自己 多盼难送去千里 直到山川睡醒 一向和你相遇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飘洋过海的来看你 我变了这次相聚 我们见面时的故事都曾反复练习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 千万看着你 我变了这个遗憾 我在夜里想来又想不肯吹去 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 红发过去 为了你的承诺 我就追着忘的时候 都热着不哭泣 我什么城市啊 熟悉的角落里 也曾彼此安慰 也曾相拥抬起 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在漫天风下里 我与着你远去 我竟悲伤的不能刺激 多怕你从军前递 直到山床垂青 一生和你相依 我什么城市啊 熟悉的角落里 也曾彼此安慰 也曾相拥 叹息呼唤 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在漫天风下里 望着你远去 我竟悲伤的负的自己 多盼难送君千里 直到山床垂青 一生和你相依 多盼难送君千里 直到山床垂青 一生和你相依 我的座驾 豪爵陵木 DL25 陵木的车 已经顺利交接了 出售给了二手车行 因为北方天气原因 冬季气温多数在零下十几度以上 路面会有积雪结冰 骑行会有很大的危险性 也失去了诸多骑车的快乐 风车这个动词 也只存在于寒冷的 北方冬季城市 很多南方姑娘或许都不清楚 风车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长时间无法骑行 女骑姑娘们就会找个安全的地方 让摩托车进入冬眠状态 等待春暖花开后 再次开启摩托车旅行的过程 就叫做摩托车风车状态 这不包含那些摩托车骑行发烧友们 一年四季的会风雨无阻的去追风 朋友们猜我卖了多少钱 这台车现在还值多少钱 我提供一些关键词 朋友们可以把数字发在弹幕上 或者评论区里 强力推荐视频 让更多专业的摩托们评估一下 这车到底还值多少 我的豪爵黎姆DL250 买的时候就是二手准心车 公里数不到4000 车况很好 到我手现在公里数是3.2万 家装护杠射灯 电热手把小风挡 有摔有倒 无众大事故 就这些关键词 你们猜猜我卖了多少钱 这车现在还值多少 我本计划要在今年十一小长假前 出手陪伴我摩旅了大半个中国的 灵幕DL250摩托车 因为如果计划无法实现 我的摩托车或许就要封车半年了 春天才能再卖掉 为什么会有想法卖掉陪伴我 长途摩旅了近3万公里旅行的伙伴呢 是因为个人的原因 与摩托车的性能品质无关 当年选择这台灵幕车的时候 他有过一位主人 我呢是一主后的伙伴 但我是他为己出 那会儿就是为了要实现摩托车 长途旅行的目标 才一无反顾的进入了摩托圈 选择了口碑够硬的灵幕王 如今我回到了当时的出发地包头市 也完成了长途旅行的计划 8条进章路线 我也单人单车挑战过了3条 想去的地方也都去过了 也感受了什么叫做最美的风景 一直在路上的含义 没有留下遗憾 既然暂时不在长途摩旅了 这台豪爵林木DL250摩托车 算是与我完成了使命 很多朋友觉得这台车的排量 动力造型 可以满足长途旅行 也可以做城市代步车的使用 说实话 我骑了几年的摩托车 如果不是长途其他 单纯的城市代步使用 这车还是有诸多的不方便的 总之呢 车已经卖掉了 暂时也没有了长途旅行的计划 往后还会记录分享那些魔旅中的点滴故事 也会分享我皮匠手艺人的皮具制作过程 藏宝手工皮具的小游戏还会继续 也会与聊得来的朋友们做等价交换的我的作品 我的摩托车到底卖了多少呢 把你认为的数字打出来吧 看你猜的准不准 第一个猜对的朋友想办法联系到我 会有小惊喜哦 我曾连累过他 瘦弱的肩膀 夜空的北斗也没有让他找到迷途的方向 阳光里他在院子中央 亮晒着衣裳 在四季的风中 他散着头发 安慰着时光 南方姑娘 你是否爱上了北方 南方姑娘 你说今天你就要 回到你的家乡 思念让人欣赏 他护唤着你的脸颗 南方的果子一手 那是最简单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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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个平安 骑我的陵墓DL250摩托车 旅行了半年后 我要回归常态了 暂时告别长途摩旅 这次长途摩旅是单程2000公里 从长沙市出发六天午夜 全程户外露营 藏宝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 五个地方 途经了七个省 翻阅了多少个山丘和村庄 也记不住了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回看我往期的视频去寻宝 我是一个喜欢长途摩旅的皮匠手艺人 沿途在户外露营地藏宝 文创集市摆摊 拍视频 就是想让属于自己的摩托车旅行 不那么枯燥乏味 我像一只小狗一样 在长达半年的摩托车旅行中 留下了只属于我的味道和记忆 也就是全程户外露营和藏宝 骑我的豪爵陵木DL250 摩旅了半年多 单人单车赶去了西藏拉萨 走过了青藏县109国道无人区 也途经了109国道上的唐帆古道 在长江源头第一镇露营过 也在高原高速上的桥底下撒过尿 川藏县318国道和317国道上 蜿蜒曲折的折多山 与东达山绝巴山的风景 确实应了那句话 最美好的风景一直在路上 我也在美丽的西藏地区 邂逅过一段友谊 同样单人单车旅行西藏 我就无条件地佩服她是女孩子 开的还是特斯拉新能源车独自旅行 我们一辆陵木DL250老头乐摩的车 一辆新能源特斯拉电动轿车 组队相伴旅行了800多公里 带她体验了属于她第一次 远离城市喧嚣繁杂的 船户外露营的生活 相遇在美丽的瑟吉拉山雅口 别的在重庆市洪牙洞 我们都是各自旅行中的一位过客 无需忌惮 尽情享受 有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单人单车旅行 不找个伴 因为很难遇到与你速度匹配 有志同道合的人 又有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年纪轻轻 选择了陵木DL250老头乐摩的车 因为豪爵陵木 号称魔女神器 从没把我丢弃在路上 又有很多朋友好奇我 为什么户外露营不去住客栈 因为我喜欢 我就是我 不是你想要的我 如果是 没准你就是我未来的老婆 很欣慰有很多同样喜爱 摩托车旅行 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们的 关心与关注 担心我户外露营是否安全 如何解决洗澡问题和用电问题 会不会遇到危险 感谢被曾谋面的朋友们 我已经安全回到了2022年4月份的出发地 短暂的修整后 我要从自由 洒脱 无虑 惊险 敬畏 和不舍的长途 摩托车旅行中 回归到常态生活 回到我疲将首艺人的生活中 我一直在旅行的途中 断舍离过去 审视当下 找寻迷失的自己 寻找一个既能实现理想生活状态 又不是担当的自己 过程挺难 好在余生还有 别着急 慢慢来 陪伴我旅行了大半个中国的摩托车老朋友 老大哥 林木DL250摩托车 希望他能遇到另一个我 另一个是他为伙伴的朋友 种种原因 我要暂时告别摩托车长途旅行了 虽然车轮变成了两条腿 可酷爱旅行的我心有所想 我的脚下依然可以是烽火轮 同样酷爱摩托轮和户外露营的朋友 有什么我能解答的问题 我会尽己所能 分享摩托轮途中的诸多顾虑 我们也可以相互交流分享 骑摩托车的快乐瞬间 往后我也会慢慢的记录我皮匠人的手工生活 皮剧小众行业 从事的人不多 沿途藏宝下了血本 也打了水漂 不图啥 能为弘扬传统匠人匠心精神 付出一点绵薄之力 也算是一种传承 和继承我们祖国悠久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方式 能看到这儿的朋友 我们一定有相同之处 共同的喜好或是某一个观点 让我们相遇在这条视频中 查案视频点赞推荐一下吧 让更多聊得来的朋友 相聚在一起 不能如意的当下是短暂的 余生还长 别着急 我们慢慢来 我们慢慢来 还学自己琢磨 独自生活 不一定有加过 我未如何如此一生 直到 早上从湖南省长沙市出发 到现在下午的六点多钟 天快黑了 然后来到了湖北省 咸宁市嘉鱼县 找到了一个小雅公园 藏宝手工皮器作品在这里 摩托车在那 今天骑了300公里 时隔三个月 今天骑的感觉还是有些身体比较累 公共厕所 很多朋友都知道 玩摩托车长途摩旅的 大部分都是拉野屎撒野尿 如何选择合适的户外露营地 其实我首推荐就是这个公共厕所 公共厕所 因为我们可以去 去解决最重要的 生理问题 而且还有水 我们可以洗漱 都比较方便的 没什么也不能没了水 水是万物之源嘛 所以我呢 是在城市之间 摩旅的话 就会找当地的一些公共卫生间 今天找的这个露营地 就特别的合适 特别的漂亮 我一会要先转一圈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把车停下来 然后咱们就搭帐篷 在西藏地区 高原地区的话 户外露营地 其实想找这种公共卫生间很难 很多的无人区 而且户外也比较危险 高原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注意的 但是在平原地段 城市与城市之间长途摩旅的话 就很方便 你跑一段时间就可以到一个县城 到一个市 到很多的地方 可以看一下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缩合 这是小雅公园的一个停车场 我看到这边有两个杆 阻碍了摩托车进入 很多的车都在旁边停着 我们进去看看 能不能找一个合适的录音地 感觉这个地方 应该是不让摩托车 或者是电动车进来 这个地儿太漂亮了 这是我摩旅了这么多次 找到的一个最漂亮的地方 如果要是能在这里面 外露营的话 那就太棒了 我现在找好露营地了 刚才进这个公园里面 那个小栏杆差点没进来 第一把没进来 第二把才进来 边箱卡住了 然后又试了一下才进来 我走了好几圈 然后还是选择在这个地方 准备安营扎寨了 我很中意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那边有人 我也不太方便 就把车直接停过去 正好这边还有一个垃圾桶 可以把生活的一些垃圾 也可以很方便地扔了 那边没有垃圾桶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露营了 工作中帮你太久 不觉见一三十个年头 挑剔着轮换着 你再三选择 你再三选择 那么寒冬后 夜夏前 谁会给你春阳的爱恋 日落后 最美的 你流走 日落后 最美的 你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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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托车 摩托车 骑行多少公里 做保养 换机油最合适 有些摩友说三千公里 有些摩友说五千公里 还有这样一些摩友全屏感觉 感觉发动机噪音变大 动力不足 油耗也有些升高 才会把摩托车扔到维修店 让维修支付换好机油 然后使劲骑 可劲造 我建议这些摩友们 中午骑摩托车 因为早晚会出事 摩托车的发动机 就像人的心脏 摩托车的机油润滑液 就好比人的血液一样重要 如果你光会骑 不会一些基本的摩托车维修技能 那样的话 你的座驾早晚会把你扔在路上 我的座驾依然是豪爵陵木DL250 这款号称魔女神车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听说过 有谁把豪爵陵木DL250 和GW250骑坏的摩友 陵木的摩托车最大的优点 就是皮是扛造 一般不会坏 但是再扛造的摩托车 也得换机油做保养 我的DL250呢 一般就是在骑行3000公里左右 我就会更换一下摩托车的发动机机油和机率 我通常就是自己购买摩托车的机油和机率 然后自己动手去换机油 这样的话 比维修店省下来的维修费用 就能多加一箱油 多跑好几百公里 这样多箱呀 很多摩友们都比较好奇摩托车到底骑多少公里做保养是最合适的 其实这个答案没有唯一 也没有标准 只是看自己的一个骑行习惯 如果你喜欢高转速的骑行的话 那么建议你经常的去检查发动机机油 而且更换机油的周期也要缩短一些 这样对发动机比较友好 像我这样经常长途模拟 动不动就有小一万公里的长途骑行的话 我是会定期的在三千公里到五千公里之间 就会去更换发动机机油 这样的话 对我的摩托车发动机会有很好的保护所有 之前我在维修店去更换摩托车发动机机油的时候 大概是需要花278这个样子 但是我自己去动手换机油的话 就可以节省到五六十这样子 花个二百出头 这样就可以了 骑摩托车出行 而且选择摩托车这种交通工具 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的 我呢是骑行三千公里左右 就会更换机油 朋友们会骑行多少公里换机油呢 是自己换还是去维修店换呢 我们用赵磊成都这首歌曲 来看一下我是如何换摩托车发动机机油的 因为成都是比较有名的川藏318进藏路线 我们也看一下近藏的沿途美景 最美好的风景永远是在路上 户外装备无需更新 摩托车保养也做好了 我的长途魔旅计划又要启程了 让我掉下眼泪的 不知昨夜的酒 让我依依不舍的 不知你的温柔 一路还要走多久 你攥着我的手 让我感到为难的 是挣扎的自由 分别总是在九月 回忆是思念的愁 深秋门绿的垂柳 牵绑着我额头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 我从未忘记你 成都 带不走的只有你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分别总是在九月 回忆是思念的愁 深秋门绿的垂柳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 我从未忘记你 成都 带不走的只有你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给大家推荐一款 适合长途摩托车旅行的 行车记录仪 一机两用 360度全景记录的一个相机 这个叫做Insta360 朋友们总是能看到我的视频 总是能够放大缩小 能够旋转 然后既可以记录前面的情况 也可以把它转过来 记录第一视角 这个拍摄的设备 就是用这个Insta360 排出来的 我呢 在这次选择长途摩托车旅行 单人单车进葬的这一趟旅行 专门挑选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吧 也是能够拍摄我旅行途中的一些视频素材 大家可以看往期的一些视频 多数都是这个运动相机拍摄出来的 它是一个大工程 为什么可以说是一机两用呢 因为这个运动相机既可以做摩托车或者是汽车的行车记录仪 可以记录下来你行车过程当中所有的点滴的一些事情 或者突发状况 只要它正常工作的话 第二个它的功能就是可以记录拍摄为LOG 就是你可以生活中拍摄一些你想要拍摄记录的视频素材 它都可以完美的帮你呈现出来 因为它是360度全景无死角的拍摄 而且它的自拍杆还是隐形的 这个相机拍出来的视频效果 可以让人们误以为感觉是有第二个人在帮你拍摄 或者是有团队专门的专业摄像师帮你去拍照 其实不是 这个全景的360记录仪 它就是相当于你的一个团队 一个御用的摄像师 它可以记录和分享你的点滴生活 我那长途旅行 这一次全靠它记录下了我的摩旅途中的点滴生活 最美好的风景也都是通过它记录下来剪辑下来的 朋友们你们可以看到我视频当中 总是可以随意的去旋转视角 一会切换第一视角 一会就成了第三视角 这个全是它的功劳 介绍完这个insta360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第一代 骑摩托车长途旅行的记录仪 就是这个小家伙 你们可以看到了吧 它很小巧很迷你 但是它只有一个镜头 这个就是记录起来很麻烦了 如果你是第一视角的话 你拍摄的景象图片都是比较单一的 而且它是没有防抖功能的 你如果运动起来抖起来的话 剪辑出来的视频很眩晕的感觉 效果不是太好 不像这个insta360 它有本身的防抖的一个功能 而且它是360度的全景记录 在剪辑过程中呢 你可以随意的放大缩小 改变画面 改变一些角度 而且它是你看 鱼眼的一个镜头 而且它是两个前后都能拍到 我一般是在我的摩托车设置了两个这个的机位 然后这个是快拆扣 在车头的车把上面放了一个机位 然后在车头前面的保险护杠上面还加了一个延长杆的一个机位 所以两个机位切换就让朋友们看到了好像是用无人机或者是第二个人跟拍视角的这种画面效果 所以这个是最近比较火的一款运动相机 维露个拍摄设备 还有可以当作行车记录仪这么一款设备吧 很多朋友们在视频当中总是问我你的相机是什么型号的 是怎样的拍摄技巧 为什么会旋转呢 今天专门拍摄这个视频给大家推荐一下 如果想要找一款适合自己的行车记录仪或者是设备 这一款就可以完全满足正常的日常拍摄 它的像素也很高的 然后可以当作行车记录仪 这两款就是我每次长途模驴使用的一个拍摄设备吧 还有就是手机 最简单的就是拿起手机来随手拍 随手记录最美好的风景 今天呢就是推荐一主要推荐的就是他 Insta360 一个全景运动相机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我们相互交流 这一款相机功能相当的强大呀 我到目前为止 才学会了几个正常的使用的一个功能吧 因为我也就是摩托车骑行用的也就是那么几个功能 这个的玩法相当的火爆 有很多朋友们分享出来它的稀奇古怪各种的玩法 像什么变身的玩法 还有就是穿越 还有最简单的就是小星球 小星星的那种拍摄方法 最美的风景一直是在路上 让我们有时间一起去旅行吧 我们路上见 我骑陶决丁DL250长途魔女摔车的视频 大家看了以后很多质疑我是不是技术不行 还是骑太快了 当时是因为什么摔车的吧 我从西藏318路线出来以后 出藏之后是一路向东 向南方的地方骑行的 当我途经湖南省张家界市 桑枝县一个山区里面 走的是山路 盘山路 当时是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回头弯 当我拐过来的时候 才发现路中间是有一个深10厘米左右 长度有50多米的一个深坑 然后对向还有来车 当时我的车是重装备 速度也就是40迈左右 因为是回头弯也骑不快 已经反应不过来了 如果我不把车及时的调整过来 向我的右边扔去的话 车很大的几率是会撞到对向来车的 当时对向来车已经看到我失控了之后 已经紧急刹车停住了 我当时摔车的一瞬间 是眼睛一片漆黑的 然后脑子里面的第一反应是 完了 完了 完肚子了 小命人不保了 因为骑摩托车 只要不出事故还好 一出事故绝对是大事故 非死即伤 当时的摔车第一反应就是眼前一黑 觉得没有希望了 任骑发展吧 然后任着车去滑行 也游着我在地面上滑行了十几米 当几分钟过后 我从地上爬起来也是第一反应 去拍身上 检查身上有没有内伤 或者是哪里受伤 骨头有没有蛇 我听见旁边的车上面的女乘客 在说赶紧报警 赶紧报警 估计人没了 这是我摔车几分钟之内发生的事情 有记忆的一些事情吧 你为什么摔车呢 其实我骑的不是特别快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路况的问题 拐过来才发现路是损毁路 已经来不及了 车也是重装备 然后摆油路上面有很多的碎石子 砂石子 摩托车最怕的就是 骑行在这种的环境当中 而且还是拐弯 百分之八十都会摔车的 车一般是滑行出去 摔出去 车和人都不会受太大的伤害 如果是撞击的话 不管是撞到树啊 护栏啊或者是车 大几里人都是会受伤的 会受很大的伤的 车几乎也会报废 这就是我整体的一个摔车过程吧 常在河边走哪里不是邪呢 摔车倒车是骑摩托车的人 经常会经历的一些事情 我呢骑了这么多年的摩托车 长途魔旅了这么多年 这是我摔车最严重的一次 我也感受到了摔车的一瞬间 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是眼前一黑 已经就没有意识了 身体也不受自己的控制了 就是任期发展 就是感觉完了 完肚子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之后总结了 我回想了一下 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摩托车飞出去二十多米 我人在地面上滑行了十多米之后 身体是没有受到损伤的 摩托车也没有受到太多的损伤 我每一次长途摩托车旅行 都会必带一些维修工具 普胎工具是一定要带的 然后匹配摩托车所有的 螺丝型号的扳手也会带 那条链条松紧度的扳手 我也是带的 也是因为我带了这个工具 所以我自己能够在前不招松 后不招垫的地方 能够自己把摩托车链条安上去 然后骑行到最近的售后维修点 去检查车辆 当时呢就是因为车带着档位 摔出去滑行出去 把链条卡掉了 然后撞击到了护栏上面 车是因为有护杠 有边箱的保护 然后车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损伤 就是一些易损件磨损掉了 链条也因为摔的卡掉了 也变形了 安装上去之后 稀里哗啦的骑的 所以我花了700多 将近800多把链条的大小总成 全部换掉了 我和当地的维修师傅 还问了一下 三十区县山区里面的那个路况的问题 当地人也跟我说了 那条路经常发生事故 经常出现车辆 因为路面的损坏 没有设路障 大大小小的事故不知道出了多少了 所以我这次摔车 一方面是我自己的原因 有一部分的醉眼的缘故吧 自己也比较疲劳驾驶了 瞌睡了 患困了 还有就是因为路况的问题 导致我这次摔车比较严重 比较万幸的是我人真的是没事的 这是我长途魔旅骑行了这么多次 这么多年以来摔车最严重的一次 我很信心也很惊讶 我居然人没有事 骨头也没有受伤 也没摔出内伤来 车也神奇的没有 因为这次摔车 暴飞掉损坏掉 不能骑行 所以我还是到现在为止 一直坚信豪爵李牧DL250的车 品质够硬 绝对称得上是魔旅神器 不接受反驳 因为我特别相信你这台车的品质 口碑也是因为我骑出来了 我亲身的感受出来了 通过这次摔车的经历吧 我呢也对我最后的一种骑行 有很大的警醒 一定要慢慢骑 控制好右手 长途魔旅不是图快的 也不是赶路的 提醒各位广大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们 一定要慢慢骑 一定要控制好右手 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生命安全的前提下 再去感受风和自由 最美好的风景 依然是在路上 我们路上见 如果你有计划骑摩托车长途摩旅去中国西部西藏地区的话 掌握一些摩托车的基本维修技能是一定要的 开车谁都会骑摩托车也不是件很难的事 只会开车或者是狂拧油门 不会对车辆的基本维修技能掌握的话 那么你的车早晚会把你扔在路上 我骑摩托车的时间不长 也就三年左右 总骑行公里数也就是四万多公里 每一次长途摩旅旅行路上的突发状况 都会让我提升我对摩托车的维修技能 我掌握的摩托车维修技能也是很入门很初级的 分享几个摩旅旅行图中的维修保养摩托车的几个小故事 评论区里面我们也可以相互交流 摩托车长途旅行图中最容易发生故障的就是轮胎 还有就是摩托车的链条松紧度 这两个位置如果发生故障的话 我们自己就可以动手去维修或者是保养 我每一次长途摩旅装备之中 就包含轮胎的补胎维修工具 还有就是链条清洗剂 链条油 这两项是我每次必须要带的装备之一 我的摩托车座驾是豪爵陵墓DL250 这款摩旅神器 经受住了广大摩友们的考验 它不会轻易的把你丢在路上 我对摩托车的一些维修技能 也就是停留在一些常规比较简单的基础上面 给摩托车轮胎补胎 还有就是清洗链条 给链条上油 还有就是摩托车的换机油保养 这些技能我已经掌握了 这些技能也是向前辈们学习得来的 骑摩托车的朋友们的最终目的 就是要骑行中国西部地区 进一回西藏去一下布达拉宫 如果还想再往前走的话 那就是阿里大环县 新疆的无人区 这些地方都是摩友们向往骑行的地方 如果在市区里面骑摩托车的话 摩托车出现什么故障 还是比较容易去维修的 但是如果骑行在了无人区里面 前不招村后不招店 你还不会维修摩托车 那就麻烦大了 我这次骑摩托车 在西藏西部高原地区 没有出现大的故障 我骑行西藏地区 高原地区 全程没有出现大的故障 但是出来西藏 到达湖南省张家界市 却在小山沟里面翻了船 幸亏我带了摩托车的一些 基本的维修工具 在前不招村后不招店的地方 自己把摩托车维修好了 假如我没有带摩托车的维修工具 或者是不懂得摩托车的一些 基本维修保养的技能的话 那后果就是不堪设想了 损失还是算小事的 我长途摩托车 进藏的路线是反方向的 青藏线进藏 川藏线318出藏 在川藏线318路线上面 往南方地区骑行的时候 路上遇到了一对小情侣 骑的是NK250 这对小情侣挺浪漫 骑着两辆同款的NK250 准备进藏 我与他们迎面对象路过 我发现他们在维修摩托车 然后我就掉头过去去询问 看能不能帮助他们 因为我带的维修工具 如果车辆是炸胎的话 我还能帮助他们补补胎 但是发现他们的摩托车 是发动机漏油 这一项技能我可没有掌握 我也不太会 没能帮到他们 他们车辆出现故障的位置 也是山区里面 前不招村后不招店 他们也许只能求助于拖车了 说走就走的摩托车长途旅行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是不是挺可惜的 如果你掌握了一些 基本的摩托车维修技能 或许你在长途摩托途中 会顺利很多 豪爵林木的车型还是品质够硬的 如果你不抛弃它 它能陪你跑一辈子都没问题 所以我的长途摩托旅行途中 车辆是很少发生故障的 也就是常规的一些机油保养 链条保养 连轮胎一次都没有炸过 我的轮胎维修工具 一次也没有使用我 听一些某有朋友们说 NK系列的车 总是大毛病没有 小毛病不断 还有一款车叫KTM 铁木传说中的掉螺丝之王 走一路掉一路的螺丝 豪爵林木系列车型 就很少有这种掉螺丝 然后小毛病不断的情况发生 广大某有朋友们 还知道哪些摩托车 是小故障不断的车型呢 我们评论区相互交流 分享那些魔旅故事 如果你骑摩托车长途魔旅 你的摩托车突发状况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现在在河南省信阳市 施泉区鸡公山游客中心 我发现了一个叫做 袋鼠营地的户外露营地 我在地图上面看到了这个地方 感觉挺有意思 然后跟着导航就过来了 发现它这边门头 迎着马路的这边很荒凉 不知道里头是什么样的 我比较喜欢骑摩托车长途魔旅 还有就是户外露营 刚才我在这周边转了转 看到了这边有介绍 有披滑艇 徒步 印象运动 还有弓箭的场地 攀岩 自然工坊 还可以篝火晚会 晚上还可以看星景 这个地方叫做袋鼠营地 看上去像是荒废了的 因为迎接的商铺都关着门 让人感觉好像是不开着的一样 我在那边的一个十二生肖的酸马庄上面 藏保了我的手工皮具作品 这边有十二生肖的酸马庄 我找一找我的生肖 好嘞 找到了大师兄 藏保手工皮具作品 河南省 信阳市鸡公山 这是我制作的手工皮具 钥匙扣 今天到现在为止 骑了二百多公里了 我在全国各地 沿途会在户外录音地 还有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藏保自己做的手工皮具作品 我除了喜欢骑摩托车 长途模拟之外 还喜欢做手工皮具 也是一个皮匠 藏保这一个事情呢 也是做一个互动游戏吧 希望自己走过的地方 能够留下自己的一点点回忆 日后呢 也能翻看一下自己藏保的地方 回忆一下魔旅的快乐日 鸡公山的一个叫做袋鼠营地 有当地的朋友们 了解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帮着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喜欢视频的 可以对视频强力点赞推荐一下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我的藏保视频 因为我在全国各地藏了很多很多 找到给我回复的人 却很少很少 藏了这好几年 发现成本很大 大部分都感觉是打了水漂了 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 还是在 藏着宝 藏着我自己做的手工皮具作品 希望大家强力点赞 推荐一下视频 你们的点赞 会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们的点赞 我们的点赞 海上的黑夜 都不经历在我心上 留下的永恒和残暑 是美丽的遗憾 花香叫醒了 因为对面就是荷花池 好漂亮的荷花呀 昨天花了一个多小时 找到的一个户外露营地 前天户外露营 早上是被广场舞大妈的音乐给吵醒的 而且还被围观了 今天睡到自然醒 而且对面的景色太漂亮了 休息一会儿吃点早餐 然后收拾行囊准备继续出发 我在河南省驻马店玉湖公园 这个地方藏保了手工皮具作品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 寻着视频中的线索 来这边寻保 看到了吧 在这里藏保了我的手工皮具作品 太漂亮了 玉湖公园 玉水泄 这个凉亭这边 藏保了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 对面就是一大片的荷花池 好漂亮好香啊 我悄悄的来 不带走一片荷花 但是我会留下我藏保的手工皮具作品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朋友 如果刷到了这条视频 强烈点赞推荐一下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寻保 我是旅行藏保的齐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观看 我们一路向北了现在 在107国道 人口有700多万 这边的畜牧业 养殖业 还有矿产能源 都是比较发达的一个市吧 它是驻马店市 好漂亮呀 这是湖北省咸宁市嘉宇县 一个叫做小雅公园 这个地方很漂亮的 那边就是一片湖 我刚才看到有个电动车进去了 我一会儿把手工皮具藏完了以后 我先去找找路 看看能不能摩托车下去 然后在湖边 看到湖了吗 在湖边可以找一个露营的地方 今天 现在呢 咱们就藏保手工皮具作品吧 在湖北省 咸宁市嘉宇县 小雅公园 然后咱们就在这边 藏保手工皮具作品吧 这是我手工做的手工皮具 给你们看一下 我 魔旅中国 藏保中国 会在沿途的户外录音地 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就会藏保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 互动的一个小游戏 好了就藏在这里了 藏保的线索就在视频当中 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长按视频点赞 让更多的朋友们看到这条视频 过来可以找我藏的手工皮具 好了我们现在去找合适的录音地 我是皮匠赵小琪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传统手工皮具 一身之环 皮手环的制作流程 它就是一身之环 材料呢是进口的 源自于立木厂的一个皮料 这个就是它的半成品 我已经把皮面翻过来了 朋友们可以看到 这是皮子的正面 然后皮手环的这一面 就是需要翻皮处理 手工皮具是一个很繁琐的 一项传统手工艺 全程下来不用任何机器 就是纯手工的去打造 这个是一个成品的一身之环 像皮手环 它刚开始它是一个浅棕色 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洗礼之后 它就会变成棕黑油亮的颜色 这就叫做一身之环 戴上去就摘不下来 要想摘的话只能去剪断 不明思义 这是一身之环的意思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身之环的一个制作流程吧 这是我之前已经做好 翻皮处理的一个手环了 像这一只手环 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原材料 这个就是要经过泡水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泡水了 泡过水之后 我们要经过翻皮处理 这个就是皮子的正面 看到了吧 这就是皮子的正面 我们要把这个皮的正面要翻过来 皮料进水之后 就可塑性非常的强 进水的皮料 要经过翻皮处理 然后自然风干 自然晾干 我们要用它的原来这个饼心 塞进去 大家可以发现 它还不够圆润 我们要进行敲皮处理 敲皮处理呢 就是要把它敲打得比较匀 这样子皮子的厚度就会一致 经过敲皮处理 发现这个厚度是不是已经就很一致了 误差就很小了 但是我们从侧面看一下 是不是还有个高低不平 这个我们下一步 就要用这种皮板 这边也是意大利织油葛皮料的一块皮面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稍微斜面 不平整的面要敲回去 这个力度要匀 我们要慢慢的去把它敲打回去 尽量让它的形状保持一致 这个操作有没有像这种锦德镇 做陶瓷茶壶的一个手法 这就是纯手工制作一身之环的一个步骤和流程 手工皮具有四门功课 叫做刀斩缝缝 这是四门基本功 像一身之环其实制作流程最繁琐的也就是打磨 打磨这个阶段 是比较繁琐的 小猫咪现在过来捣乱了 它想跟我玩 好了 像这个一身之环我们已经算是翻皮成功 我们再微微的调整一下 这个就是我刚才就已经做过翻皮处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要放在这边 要自然的等它去风干 像这个就是已经做过风干处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颜色 是不是已经浅多了 像这个深色的就是有水分的 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下部的操作 就是要修边处理 这种工具就是专门做一身之环的 它一共有七个型号 越大的型号 修剪的尺寸会越大 然后我们要把它尽量修的去圆润 也有些朋友们喜欢这种方方正正的感觉 一些朋友们比较喜欢那种圆润的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修边的这个刀 然后我们要去经过把它处理 修边圆润润的 然后去修边 修整到自己满意的一个阶段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下一步 就是最最繁琐的一个 最费时间的 就是要封边打磨 把它这些毛刺 全部都要打磨得圆滑圆润 然后我们再进行最后一步 就是封边处理 然后一个一身之环的成品 就可以出来了 佩戴一身之环痛并快乐着的一个过程吧 经过时间岁月的洗礼之后 它就会变成这种棕黑色 有种郁化的感觉 这就是佩戴一身之环 手工皮具 一身之环的制作流程吧 感兴趣的朋友们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相互交流 一身之环的更多的意义吧 它是高桥无狼这个怪老头 一个经典之作 Growth一身之环 我是皮匠赵小七 喜欢骑摩托车长度旅行和户外露营 然后我也是一名皮匠 持续分享记录 手工皮具的制作流程 分享给那些同样喜欢手工制作的朋友们 想把它作为副业也好 兴趣爱好也好 当成职业也好 我们可以相互交流分享 手工行业里面的小常识 小知识 跟那些有趣的作品 男人单车穷游自驾西藏旅行 到底安全吗 很多朋友都会问你 为什么不结伴而行 如果可以遇到兴趣爱好与你相同 速度又和你匹配的朋友 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 谁愿意一个人 风餐露宿的做雇佣者呢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遇到 那个兴趣爱好与我相同 速度又能与我匹配的某友朋友 和我一起去旅行 都好奇单人单车 穷游自驾 旅行西藏到底安不安全 作为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旅行西藏来说 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 我为什么会选择一个人骑着摩托车 独自去旅行自驾西藏呢 是因为我真的找不到那个能和我一起搭伴 去旅行的朋友 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是一名皮匠 我不受工作的时间约束 所以我每一次长途旅行的话都没有固定的时间和目的地 很随意的 不着急也不赶路 就是慢慢的起慢慢的去感受路上的一些风景 像我这样的情况 很多朋友都实现不了 有工作的束缚 家庭的束缚 各方面的约束 无法去实现那种自由自在的旅行 我属于那种胆子比较大 生性有些放荡不羁 天不怕地不怕的牛犊子精神 所以我无所畏惧 单人单车穷游自驾旅行 西藏路上是否安全不安全 兵来将党土来水淹嘛 办法总比问题多 如果总是前怕狼后怕虎 顾虑太多的话 你的小目标小理想就永远无法去实现 很多事情第一步总是很难迈出去的 但是迈出第一步之后 有很多的问题就会迎刃而及 骑摩托车单人单车旅行去西藏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 个人的安全还是很难去保障的 因为西藏地区属于高原地段 有很多的飞铺庄路 还有山路 还有很多的雪山 崖口都是非常的危险 都知道骑摩托车是肉包铁 不出事故还好 一出事故绝对是大事故 当你下定决心决定一个人单人单车 骑摩托车旅行的那一刻起 你的人生安全其实都是未知数 在路上跟很多旅友们聊天得知 有很多的朋友们之前遇到过狼 还有熊 还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野生动物 有一些旅行爱好者 没能够走出西藏高原地段 永远的把生命留在了那里 无论你是开汽车自驾还是骑自行车骑行或者是骑摩托车旅行的话 一个人自驾还是比较危险的 西藏的布达拉宫也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长腿跑掉 最美好的风景永远是在那里 无论你何时出发 他们都会静静地在那里等待你的到来 很多的朋友们都被都市繁杂嘈杂的生活压迫得传不过气来 都很向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很希望能够去一趟中国西部地区来一场孤独的旅行 去体验一下大自然的美好风景 冲击一下自己浮躁的灵魂 无论你何时出发都希望你一路平安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提速一时爽亲人两行为 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摩托车 骑士头盔里面是什么场景 让我们开起来一路向西前往西道 我的脚步已经踏过了13个省 三个自治区两个直辖市 旅行总公里数为48,670公里 加上我人生中第一次失败的推车途步旅行186公里 我已经旅行出发行走了48,670公里 现在是2022年的11月11日 又是一年的光棍节 想必有很多与我一样支持这个节日的朋友 依然是单身黄金贵族 北方的雨多一场 气温就会第一次 人们开始进入了冬眠模式 不愿都在户外活动 窝在舒服的沙发里多惬意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 我出发徒步在路上 2020年可以说是徒步元年 很多旅行爱好者背起行囊 用自己的方式走向远方 我并不想随波逐流 与其同流合污 可被现实不断的无情抽打后 我毅然决然的选择要去远方 逃离这个我所谓的故乡 那时候的我相信 陌生的城市总会有惊喜 直到现在我依然相信 我为什么会选择徒步旅行呢 说实话 是疫情让我负债累累 无法去实现自由自在奔赴 适合远方 那一年有多少被疫情击溃的朋友 余光所到之处竟是灰暗 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迷失的自我 你相信真的有穷游这一说吗 不论是徒步被包客 还是自行车骑行 亦或是乘坐交通工具 去追逐远方 当你决定迈出旅行的第一步 你走的任何一步都在消耗卡路里 那就是成本消耗 开车多舒服 但我没有车呀 连自行车都被偷了 想去旅行 只能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徒步旅行 我是在2020年疫情后的 第二个小长假11国庆节 第二天出发徒步旅行的 在这之前 我花了20多天 后费2000多大洋 自己改造了一辆所谓的徒步战车 车上承载着我的衣食住行 和一个移动的家 还有最重要的 维持生计的手工皮具作品 理想中没有盘缠了 就摆摊赚些路费 继续前行 我犹如那些虔诚的朝败者 一步三扣手的 向西藏拉萨的方向前进着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算洒脱自由 脱俗太广泛 我们大多数人都难以脱俗 人们总向往的自由自在 前提是要有拿得起 放得下的恒心 断舍离追求极简主义的生活态度 总该要有 这些我当时什么都没有 一辆小小的工地 拉沙时的工具车改造的徒步车 居然能承载300多斤的旅行物资 对于一个从没有徒步经验的我来说 失败是必然结果 人生中的第一次徒步旅行 以四天短暂时间结束 换来了我长达半年的伤病休养 由于徒步车重装备承载 我的下半身所有关节 几乎都磨损严重 虽然我以失败告终了 第一次的徒步旅行计划 但我终归是游泳期 迈出了艰难徒步旅行的第一步 而且还是善始善终的 独自回到了出发点 这时我埋下了一定要去远方旅行的种子 不管是什么方式 正是有了那一次的徒步旅行失败经历 后来的我才更有勇气的行走中国 到目前为止 我的脚步途经过13个省 三个自治区 两个直辖市 旅行总公里数为48,670公里 加上我人生中第一次失败的推车徒步旅行 186公里 我已经行走了48,670公里 途经过多少美丽乡村 我已经继续模糊 未来的某一天 我依然会整装出发 去寻找那些模糊的旅行记忆 因为最美好的风景 永远是在路上 现在短暂的停止旅行的脚步 正是为了更好的迎接下一个新的开端 有机会我们路上偶遇 我是喜欢旅行的皮匠赵小七 长安点赞视频的朋友 光棍节 今天会好事连连的 提着我的豪爵林木DL250大宝贝 魔旅中国 藏宝中国 摆摊中国 好久没有藏宝我的手工皮具作品了 在路上看到了一个茶香小镇 是做茶的 你看一下远处都是茶园 挺漂亮的 咱们在这边藏宝一下 我的手工皮具作品 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 长按视频 点赞 让更多的朋友们 能够看到我的这条藏宝视频 我现在在湖南省的岳阳市境内 藏宝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 一个卡包 咱们就放在这两位老者的 这儿了 视频中有藏宝手工皮具作品的线索 朋友们可以根据视频来寻宝 我们继续出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点 because of the discussion 它们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ja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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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让车子两边的重心都会不偏重 不偏沉 让车在行驶过程中比较安全 不会因为装备的分配不均匀 导致车的重心偏移 长途模拟装备很烧钱的 说走就走的旅行 也就是网络上免流传出来的一个 官方的一个话术吧 鸡汤的一个 你要想背起行囊说走就走的话 这些装备除非你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去西藏 对 坐了 咱们这是检查站是吧 对 昨天吧 生效了已经 昨天坐的 咱们青海现在 在遗强啥样的呀 过路没事是吧 那那还有坎坷 那你不喜欢过来了啊 刚才我刚刚听那边说了 说从这儿过去就过不来了 你只要从那儿过去就再回不来了 哦我从那儿过去就再回不来了 对 那边你只要过了 那边是青海了 你乱去吗 我说过不去那儿还没回来 过不去的话就回不来 那意思是我 你只要出去就回不来了 这是南中心的 不是这是甘肃 那边是青海 行吧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咱们从这边过去就要看 这些扫二吗 奇怪的骑 身份证号码 150 身份证号码 150 身份证号码 150 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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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992 0606 你从哪边来啊 从内蒙古 你们在这儿开牌有没有 有 蒙币5034 到哪儿去啊 西藏 我扫这个码注册的那边 这个行 然后再河川报告 我刚看了 我刚看见了 你这儿已经看见了 这儿就直接显示出来了 咱们这边西宁 我听说是疫情挺严重的 那西宁社照的去吧 我不进西宁社行吧 我就沿着公路走 可以的 然后我听他们说 那那边说是什么 核酸报告 36小时不做 是不是就变成黄码了 嗯 对的 新闻证号码 24小时 你到青海面那个 有个落地点 落地点24小时 你青海面的话不做 就变成黄码了 你意思我进去 我在20小时生肖之内 再做一个核酸 嗯 咱们这沿通公路上 有做核酸的吗 嗯 有在那道互助之中 互助 互助 根本上去 这上面是互助是吧 互助还有差不多 80公里 80公里 嗯 好 我在那坐一个 然后途经西宁 就不怕变成黄码 你西宁最好别见 我不进西宁 我因为我导航 就导在拉萨 嗯 导航导的那个 导航导的那个 国道来 对对国道 109国道 对 他那边说 我过这边来 就回不去了 对 他们你要不做核酸 你这边来了 你这边不要走 今天那个特殊室 因为他没做核酸 然后那边一直不让我进来 啊 我刚才在那边就停了半天 他说我来了 就翻不回去了 我看你们这我过不去呢 嗯 我从这走应该没事啊 好嘞 行 谢谢你啊 能走了是吧 好嘞好嘞 那我呢 我能从这边吗 我去那边 那我去那边过来 在那个导航 那我从这边过来 我从这边在这个游航 我已经 那个我下午4点 有核酸到期了 我再做一个 我是出来抹铝的 准备一下这个核酸 我刚才 我刚才交完钱的那个地方 找不见了 我弄我弄 本70年 呃 我刚领完了 还要领 一直是你 还要领 然后你又不算了 你把这个搭和搭点 我刚才交了8块钱 然后上盒 上盒 再上盒 然后点这个 点一点盒 然后点这个完呢 好 好了过去 可以了哈 嗯 这是什么 可以了哈 这个结果啥时候呢 晚上 晚上 晚上8点 8点左右 谢谢啊 如果你现在只会享受生活 那么等你老了 你会发现 哎你做对了 你能在浪费时间中 获得快乐 那就不叫浪费时间 成功的方式 只有一种 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 不好找家 毕竟你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管它呢 开心就完了呗 至所谓谋面的朋友 你要明白 钱没了可以再挣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 朋友没了也可以再交 爱情没了可以再谈 水到绝处是风景 人到绝境是重生 你生来本就一无所有 又何惧重头再来 加油 某一某月 有某一天 有某一天 嗯 就像一场破碎的人 那一开口到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结入你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 让它厚厚的去 好如今 每幅一年 我不能停止怀念 怀念你 怀念从前 但愿那 海风再起 只为那浪花的手 假使你的温柔 你应该很快乐 再也没有我的打扰了 我有时也会觉得 是不是挡住了你人生的景色 都说孤单够了成熟了 就知道这也该放过去了 在你眼里 我不算什么 一个人的世界 不一定好的 我们终究也成怒人了 就这样 谁也不理谁了 我却挥洒最好的青春 做了扑获的飞蛾 我都没有关心的资格 还有什么可以见你的 我都骗了自己多久了 以为死心塌地 走吧你 你应该很快乐 再也没有我的打扰了 我 我有时也会觉得 是不是挡住了你人生的景色 都说孤单够了成熟了 就知道这也该放过去了 在你眼里 我不算什么 一个人的世界 不一定好的 我们终究也成怒人了 就这样 谁也不理谁了 我却挥洒最好的青春 做了扑获的飞蛾 我都没有关心的资格 还有什么可以见你的 我都骗了自己多久了 以为信心塌地 你早把你 看清了 放下了 放手了 亲爱的 对不起 打扰了 三千多公里 干到新疆 然后不让下高速 劝反 我这几天 就在隔壁滩上溜达 白天开车晚上开车 除了开车就是加油 除了加油就是吃泡面 除了吃泡面 就是他妈的做核酸 我 请人亲餐 如果你即刻出发去长途摩旅 感觉什么户外装备 是必不可少的 哪些又是可有可无的 好觉得 林武DL250摩托车 单人单车重装旅行 是什么体验 要说摩托车重装 被旅行哪里加强 大家可能对秦毅小叶 和小陈的老头乐 林武GW250摩托车 不陌生 两个人因同样热爱旅行而邂逅 一起走过了大江南北 看见了世间美好 如果你问我什么样的摩托车 可以去西藏 我可以自信满满的告诉你 林武摩托车车型 就相当靠谱 不论排辆125的UiTub摩托 还是我们一起 拉力摩托车DL250 和GW250 他们绝对不会轻易的 把你丢在路上 品质和口碑绝对够硬 我曾长途旅行的作家 就是好几年红的DL250车型 陪我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从未将往抛弃 很多朋友羡慕我这种 单人单车长途的旅行方式 感觉我的装备性价体还不错 可以满足全程户外录营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装备确实很重要 肉包铁的摩托车旅行 本质就很糟醉 每天除了马不停蹄的汽车 就是在日落前 找合适的户外录营地 过程很痛苦 但精神很享受 装备太繁琐 人累车也累 体验感会大大折扣 东西带的少了吧 又感觉哪儿哪儿不方便 很难断舍离 看多了太多摩托的分享后 发现自己还是迷糊 不晓得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旅行 化繁为简 化繁为繁 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需求很重要 如果一味地复制别人的旅行方式 装备分享 也会发现装备会越来越多 原本计划来一场简单 且自由自在的摩托车旅行 后来发现很大几率 成了逃荒 我很多次重装备长途摩扭 刚开始也不知道 什么国外装备刚需 什么根本无用 装备多的就像是流浪者逃荒 慢慢的我才开始明白 与其内意 明白的极简主义生活的好处 就是有什么玩什么 别置顾自己 自己先简单 事情就会简单 这些旅行心得 都是我不断的摸索 试错后的感受 前两间由于来自远方的 同款DL250摩托车的摩托 通过视频 长途跋涉的要去新疆单人摩托 途经了我所在的城市包头市 取得联系后 要来我的工作室聊天串门 我是相当的高兴 我的皮具工作室又多了一个属性 就是摩托一散 即使早在几天前 他就开始把他的路上感觉没用的装备 往回加油寄 然后削少的装备 往购后 往我的工作室游 我在做手工皮皮的这几天里 发现陆续到店的快递 对上了小山 当摩托顺利 来到工作室整理新装备后 我发现他的装备绝对是顶配之别 完全可以满足冬季进藏 和去无人区旅行的标准 因为我的旅行里面 就是有什么玩什么 要抛开杂念 身临其境地感受大自然的美 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前提下 我的旅行方式是属于 非常接地气的原野风格 累得困了就食地而坐 路上从不住客栈酒店 就喜欢户外露营去在大有地里 我就是抱着想暂时远离 城市喧嚣繁残的心情去旅行 固然摩托车旅行装备很重要 但是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期许和做要求 顶配的装备当然自己不遭退 原始经济实用的减漏装备也没毛病 我会把我的长途模拟户外装备 列为清单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私信我 根据自己的旅行方式做参考 最美好的风景永远是在路上 骑摩托车长途旅行该如何解决用电的问题 我的摩托车呢是豪爵陵木DL250 这一台车在近藏的路上面是很常见的 它是有自带的这个点烟器的充电仓 这边呢我就是安装了一个这种的车载的插头 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花在了手机上面 所以手机是最费电的 一般正常情况下我的这个摩托车载充电 这个是可以满足我路上去使用电的情况 但是呢我是全程户外露营 露营帐篷灯是费电的一个 所以呢我就准备了一款这种的220伏移动电源 这个电瓶是已经陪伴了我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当时选这块电瓶的时候也是对比了很多很多的产品 然后最终选了这个是因为它性价比比较高 收纳的体积也比较小 最主要最主要是它比较便宜 所以才选了这一款这个户外的移动电源 这块小充电宝是很精用的 而且我摩托车除了充手机 还可以一边充它晚上 还可以用这个USB口的露营帐篷灯 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呢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车载的一个充电线 但是它不配摩托车的 因为摩托车的电瓶在座底下 电瓶的容量也是比较小的 它们两块的电瓶的容量体积应该是相等的 是很难给这个移动电源充电的 所以这个摩托车是不适用这种移动的充电电源 对于摩托车常驻旅行来说 很考验装备的挑选 插座插口都是220V的输出 然后这边呢是可以去应急给我们车去应急打火的 我测试过这个只能打一次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底牌 然后顺序考虑真是我选择摩托车是如何用电 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多准备几块充电宝就没问题了 3000多海拔 那儿有一个小坑啊 看咱们能推起来了 车打不着了 昨天好像是有哪个灯没关 快一点晚上电 我现在有一个电瓶 可以 不知道电够不够 能不能打着 咱们有个这个 好的 大家一路顺风 这是 猫头来的 猛B的孩子 偶遇在这儿 B沟40L 很好 很巧很巧 哎呀 赶紧想办法把车弄倒吧 要不然 弯肚子了 看看能不能打着啊 电压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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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二档王洗壁了 这第二档王洗壁了 摩托车旅行的赵小七 今天呢 跟大家说一说 我身上的骑行服 还有我经常出去户外用营的帐篷睡袋和地点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所在的城市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大马路上面几乎连人也看不到了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正题吧 骑摩托车为什么要穿骑行服呢 你可以看到这就是骑行服 我的骑行服的这边也是上一次摔车 可以看到痕迹 它里面是有帽甲的 有软帽甲 有帽甲 有肩甲 而且还有这种双层式的 这就是骑行服 我这个骑行服不太贵 因为我比较瘦 比较瘦小 这个的衣服也是属于违惑了 最后一件只能我穿了 所以我就低价的就把它收回来 穿了已经好多年了 已经很显旧了 但是我一直都不愿意把它抛弃掉 它比羽绒服都暖和 骑行服骑摩托车的好处呢 它就是扛风 可以扛一些小雨 如果更好的一些骑行服 它可以抵挡一些中雨 都是没问题的 最主要 它是挡风呀 然后还有一些护甲 可以减少你身体的损失呀 我就是因为前两天 骑车没有穿骑行服 吹感冒了 现在浑身疼 今天算亡羊五劳的 穿上骑行服也没用了 也已经 所以我在工作室 做了一天的手工皮具 我也准备 今天晚上不回家住了 就在工作室打个地步就行了 今天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国外的露营的装备帐篷 这个就是我的帐篷 是从迪卡龙买的 799元那一顶 很好搭 就三根棍 它属于内外帐一体的 你把那三根棍插起来以后 搭起来特别快 它可以防八级风 可以防八级雨 可以进西藏去一些高寒的地方 都是没问题的 它是一个标准的双人帐 可以睡两个人 这个睡袋呢 也是抵抗的 我们看一下 上面的数字 它只能恒温到 零上的15摄氏度 我就带着这一名帐篷 干去了西藏 一路上差两倍把我冻死 所以朋友们 如果选择睡袋的话 去西藏西部地区 建议你们去选黑冰的 选羽绒的 德容的 要能够抵挡住零下2度 到零下14度之间的寒冷天气 尽量买信封式的睡袋 不要买木乃衣的 这个呢 就是一个防潮垫 你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带铝膜的这一边 一个是普通的这一边 如果你进西部高原地带的话 天体比较远 你就把这个铝膜的冲上 冲自己的身体 你自己的身体和它是有相互的作用的 是可以保持身体 不那么容易快速失温 如果你在低渊 低海拔的地方 就不是太冷的地区摸雨的话 户外露营 你就可以把这一边 冲上就可以了 还有提一下 为什么要选信封式的睡袋呢 信封式睡袋 它的打开面积也比较大 不像公仔一式的 脚也伸出去也不太方便 裹起来 睡的体验感其实不特别好 体验感不是特别好 这就是我的移动的户外的家 有这三页 我可以走在哪 睡在哪 累了就洗衣 一地而睡 找个地方就合适的就睡了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 齐心服 帐风 睡袋 这三项 有条件的一定要买一个好点的齐心服 齐心服真的是比羽绒服中暖和 因为它扛风 而且它的领子都是风打不进来的 要不是因为我穿便装 也不会在北方的十月份吹感冒 现在我浑身都疼呀 好吧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骑摩托车长途魔旅 什么地方最适合户外露营 我的摩托车是豪爵陵墓DL250 每一次长途魔旅 我都会选择全程户外露营 能露营的我就不选择住酒店 实在是找不到露营地或者是极恶劣的天气情况下 我才会去住一些便宜的民宿或者是轻旅 骑摩托车长途魔旅户外露营 一方面节省了一大部分的住宿开支 另一方面户外露营可以让你更接地气 更亲近于大自然 我属于后者非常喜欢户外露营这种感觉 那么怎么选择一个合适的户外露营地呢 假如你追求的是高品质高舒适的旅行 家里又不差钱 那么你可以悄悄的划走这条视频了 我每年长途魔旅户外露营地 第一优先选择派出所门口 不用多解释派出所门口绝对安全 有事直接找警察叔叔方便又安全 视频当中这个户外露营地 是西藏地区一个小镇子的派出所门口 两位民警看到我户外露营热心的过来 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还告诉我晚上要注意安全 注意牦牛有可能会袭击我的帐篷 告诉我如果有什么事情 直接到派出所去找他们 看到这儿朋友们应该知道了吧 派出所门口是最优第一选择的户外露营地 第二个比较合适的户外露营地就是公共卫生间附近 因为公共卫生间有水方便洗漱生活用水 我一般会在天黑之前就去地图上面搜索派出所 如果就近没有派出所的话 我就会去找公共卫生间 在青海地区的时候 因为我骑的比较害 错过了最近的一个村庄 天色渐完我才意识到 合适的露营地已经没有了 实在没办法了 我就找了一个桥洞下面去湖外露营了 这种突发状况还是比较少的 一般的话都会找到合适的湖外露营地 除了派出所门口公共卫生间 还有就是城市的公园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湖外露营地 因为公园一般都会配备这种公共卫生间 公园的存在还有一个属性就是城市避难中心 每天晚上会有很多的当地民众在这里面 健身呀运动呀跳广场舞 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湖外露营地 附近有公共卫生间 生活用水洗漱还是会很方便的 像喝水的话 我一般会在骑行当中路过超市 会买这种桶装的矿泉水 为了避免水土不服 喝矿泉水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 还有一个特别方便寻找合适的户外露营地的方法就是直接在地图上搜索户外露营地 这种户外露营基地集结着五湖四海天南海北的朋友们 他们有开房车的床车的私家车的还有自行车徒步的 与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户外露营一晚 那是多么的快乐多么的爽啊 这条视频就是记录分享我的魔旅故事 在魔旅过程当中如何挑选合适的户外露营地 如果有时间有机会 那么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远离城市喧嚣感受一把夏日户外露营的生活 最美好的风景永远是在路上 我们路上见 如果你选择长途魔旅 会选择什么场所作为户外露营地呢 点赞分享我们相互交流户外露营的那些美好回忆 这是我随身带的小兵工产 我磨绿到了荒郊野外 这边人烟稀少也没有村庄 我准备用我的兵工产 在荒山野岭里面挖个坑 身体发肤瘦之腹 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挖坑吗 我挖坑要埋点什么呢 这种问题留给你们了 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 我埋了什么 小伙磨捋到荒郊野外 为说要挖个坑 他到底想要埋点什么呢 现在我们准备挖坑 这是我的小兵工产 这个是我做的手工的保护套 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这个小兵工产 还可以做成小 猴子 工作是容易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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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处是困难的 决定是容易的 可是等待 是困难的 你像个孩子似的 我是一名皮医匠 是一个小众行业的从事者 我是自由职业者 今天呢 跟大家想潜聊一下 我的一个职业 就是除了出去 长时间的去旅行的话 我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做手工制作 这个行业 其实门槛不高 任何一个行业 其实入门需要三年 五年其实可以出师 但是十年之后 你就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有了话有权了 我们十几人口 从事手工皮区行业 能在这个行业里面 坚持下去的人群不足三十万人 十几人口对三十万的人口 这是一个多大的悬殊的一个比例 我们这个行业很小众 做的东西也比较小众 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生存下去 不太那么容易 任何一个行业 其实想去做到一个天花板 做到一个金字塔的顶端 都很难 不是光说我们皮匠这个行业 我是无师自通的 我没有师承 没有拜过师傅 这些所有能见到的 这些作品 都是通过我不断地去摸索 学习 摸着石头过河 确定了我自己的制作风格 也有部分的一些小众群体 开始接受我的一个 制作的作品的风格 和一方面的设计理念 这是我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拍视频的方式 记录分享出来 给那些同样喜欢手工制作 同样喜欢皮具的朋友们 去学习 或者是分享 相互交流 相互共演 能够为传统手工艺 做一些绵薄之力 也是我的一个小的期许 我的旅行 我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工作室里面 去研究手工皮具的制作方法 如何突破瓶颈 然后创作自己的一个原创作品 生活很简单 就是家工作室 然后去摆摊 摆摊摊 让更多的人了解手工皮具 了解小众行业 它能够跟很多的行业很接近 比方说 焦乳酱 木酱 瓦酱 铁酱 铁酱 有一些的酱人 已经慢慢地从360行 被人们淡化掉 被人们遗忘了 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个很可惜 我呢就是想尽自己的棉薄之力 让更多的人对这个行业 有一些认识 了解 在信息化 在机械化 工业化时代里面 依然还有一部分人在从事着这种传统手工业 我是一名小皮匠 我呢后期会通过视频的方式记录分享我皮匠手艺人的点滴生活 我是个喜欢摩托车旅行的皮匠造小机 好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看到了一款和我一样的DL陶爵250魔旅神器 这个大哥把后尾箱改了 边乡海流的 自由之旅 陶爵陵木DL250魔旅神器 跟我的一模一样 就是车的鸟嘴颜色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它的尾箱有多大 我的是黄鸟嘴 豪爵陵木DL250A 我是2019年的车 刚才那位老哥哥的车 应该跟我的年线是一样的 你们看一下尾箱对比 我的多小 这是原车的车尾箱 它应该是改装了后车的尾箱 好大呀 看着有60多升 7、80升那种样子 因为原车的车尾箱 容量很小 看着挺大 但是很小 放不了多少东西 我的车是没有放边箱 因为市区骑行 加上边箱的话 车就很宽 就容易堵车了 也容易发生事故 所以我把边箱拆掉了 尾箱留着 我的黄色鸟嘴的DL250 是不是比那个好看一些呀 下一站你要去向何方 哪里有没有你晓得天堂 如果心太累 感觉到疲惫 望一望兄弟在的方向 我们相信星星散落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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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 他来了 大摇大摆的走来了 骑摩托车 长度旅行 户外露营吹具 该怎么选 大家好 我是喜欢旅行的皮匠赵小七 今天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户外吹具 是什么样子的 大概多少米 也透露的 这呢 是我的户外露营装备中的地点和睡袋 我已经在工作室里面 待了半个月了 因为包头的口罩情况非常的严重 我宁可在工作室里面做做皮子 也不希望在家里面无所事事 这是我户外露营装备里面的 算是全套的 有气罐 卡式炉 然后这种杯状的小炉子 然后我的老干妈 还有画面 也就是打火的这个东西 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如果你去了高原的话 一定要备一个这种带火石的火机去点燃 或者是硬气用的 还有就是有条件的话 可以备一下这种火石的火帘 因为在高原气压的问题 含氧量的问题 这种普通的打火机是很难去打着的 所以我们去备一些这个 还是有备无患的 我的这个卡式炉 其实套下来 大概也就是100多米吧 因为我是一个人单人单车长度旅行 我的这个小锅 非常的小 杯状型的 我全程呢 就是大概会煮面食比较多 煮饺子 然后不会去炒菜 所以我不会带那些柴米油盐 我就可以带挂面 然后带一罐酱就可以了 这个杯状型的小锅呢 可以烧水 然后我也可以煮面食 也可以涮一种单人的火锅 这个体积收纳起来是非常小的 这个气罐可以放在这个锅里面 然后这个卡 丝炉折叠起来 就跟拳头大小一样 非常的方便 因为长途摩托车旅行的话 户外装备一定要首选 体积小 好收纳 因为摩托车的承载空间实在是比较有限 如果你什么都想带 做不到这种断舍离的旅行状态的话 路上肯定是因为 这些装备繁琐的东西 会影响我们旅行中的 更好的一种体验感 这就是我户外露营的户外吹剧了 我全程就是以穷游的方式去旅行 骑着摩托车走到哪儿 想停下来就停下来 饿了就煮面吃 偶尔的会在当地找一些比较特色的餐饮 比较特色的小吃 去改善改善生活 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户外露营 然后自己煮面吃烧水泡个咖啡喝 更多的关于摩托车长途旅行的装备分享 或者是路线的话 我们可以在视频中 询论区里面相互交流分享 我是喜欢旅行的皮杖招小琪 持续记录分享关于摩托车 长途旅行的装备分享 记录 还有就是手工皮具的制作过程的一个记录分享吧 希望朋友们能够长按视频点赞推荐一下 让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一起相互交流分享 一起去聊一聊最美好的风景 在路上 有机会 我们路上见